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2月13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過今天的新聞提要 香港愛國陣營全國僑聯再唱反調 指基本法23條立法 今年不宜咨詢 激怒大陸官員受賄的調查記者劉虎遭到抹黑 同行憂慮是系統性報復 有消息向本台透露 台灣將在下週開放港人自由行 詳細的新聞內容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帥 週一再度在《港媒明報》撰文說 今年不適宜展開23條立法 連相關公眾諮詢也不宜展開 他提及要提防台灣綠營抽水在總統選舉大勝 同時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也說 立法應該推遲多一兩年 以免西方借詞打壓香港 時事評論劉瑞兆也向本台分析指 北京主要考慮中國現在國際外交形勢的不利 而調整23條立法的部分 不代表北京對香港放軟手腳 又相信港府會配合推遲立法 聽聽李若宇報導 在北京全面管治下的香港 實施《港區國安法》將近三年 在多位京港官員 近月放話要求推進《基本法》23條立法之下 香港特首尼加超之後表明 在今年或明年內計劃完成有關立法 不過部分外國陣營人士 開始就23條立法改後封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 繼順個月中旬 在港媒《明報》撰文說 香港無必要就《基本法》23條立法急於求成 再在星期一在《統一報章》撰文說 香港在今年不適宜展開23條立法 連相關的公眾諮詢也不適宜展開 他解釋 現在已經有《港區國安法》保底 23條立法沒有很大的迫切性 他指出 中央對保持和發揮香港獨特優勢高度重視 認為面對美國打壓 香港應該加強聯通世界功能 趁疫情消退 和全面通關之下集中精力 拼經濟 而不是急於分散精力 啟動23條立法應對爭議 他由扣年到台灣下半年 將會進入領導人大選的敏感時刻 認為如果展開23條立法引發爭議 極有可能令民進黨趁機抹黑一國良制 鼓劃民眾騙取選票 撈取執政權繼續搞台獨 《明報》同日也引述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報道 說23條立法迫切性有限 認為明年或者後年立法都未遲 該報也引述保安局回覆說 當局拒絕提具體立法時間 根據特首利加超上個月中說 已經要求保安局草擬第二稿 針對間諜活動 藝裝組織 和新媒體新科技等手法 希望最遲明年完成23條立法 但港府在上個月底 向立法會提交這個年度立法議程 涉及34項條例草案 並沒有見到基本法23條立法的項目 此事評論員劉銳少向本台分析說 相信北京認為香港現在處於尤治及輕階段 加上港區國安法已經涵蓋主要國家安全問題 現在香港局勢穩定 加上官方希望是一次性立法 做到滴水不漏 以免又要引起人大釋化和修訂 所以無必要急於交推23條 但另外有一點要留意 當然遇到的困難是越來越大的 如果在這個時候很急 或者很闖絕地推動23條立法 對北京的國際形勢都不利 似乎眼前它又不會放棄 或者宣佈23條不需要立法 沒有需要再有 因為有講法 眼前又不是這樣的情況 在香港政治那個寬鬆程度上來講 不需要有太多幻想 那反過來就是 未來的發展 大家還要看中國政治 究竟 會不會在中外形勢變化之下 是有些鬆動的情況 劉銳紹重申 中國官方是策略性調整 而不是政策上的改變 尤其中國最近面對在科技戰 貿易和人權問題上 屢次遭到西方國家圍堵 加上俄烏戰爭問題下 更加要謹慎避免的棄不利因素 維護它的國際形象 又說香港在北京全面管治下 在決策上已經失去自主權 只會配合和執行北京的決定和要求 所以相信港府會配合推遲23條立法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若如報導 香港47人初選案週一續審 踏入第6日的審訊 首名的控方證人歐樂軒作弓 他也是其中一位打算認罪的被告 歐樂軒引述戴要停止 民主派在立法會取得個半 將會是大殺傷烈憲制武器 可以令政府回應反修例運動 和爭取五大訴求 聽聽情文報導 初選案16名不認罪的被告 星期一繼續在西九龍法院受審 多名被告早上由籌車押送到法庭 未知是否受到上星期發生的 法院玻璃幕華爾被擊碎的事件影響 反恐特勤隊今天首次在案件開審後 現身法院附近持槍戒備 控方守名證人歐樂軒首先作弓 他也是其中一名打算認罪的被告 他公稱 事件最早在2019年12月開始 留意到當時戴耀廷 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為 立會奪半 走向真普選重要一部的文章 其後在2020年1月底由一個飯局開始 當時也有其他泛民主派人士留意到那篇文章 而出席飯局的 就包括戴耀廷、李永達、李卓人 和他本人 而王浩銘就遲到 在飯局上 他首次和戴耀廷商討初選的問題 戴耀廷就提及立法會過半的願景 當中並提出了三點 認為值得大家留意的 包括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大勝 應該思考如何再下一成 在立法會贏取更多的議席 當時政治反修例運動主要內容是五大訴求 要思考如何爭取 以及思考如何設立公民參與機制 會用民主派贏得區議會的議席 結合黃營媒體和公民社會團體的參與 他引述戴耀廷形容說 立法會過半將會是大殺傷力的憲制武器 意味著民主派對政府有更多的議價能力 可以令政權回應反修例運動 和爭取五大訴求 另外辯方大律師馬維昆就質疑 指控方的證據涉及國安法生效之前 不過法官認為 有關證據目的是要提供背景 和顯示被告當時的心態 馬維昆在一道歷層有關行為 不能被視為促進實現謀劃 但法官即是表示理解他的觀點 並補充說 敢不代表同意有關的觀點 此外自上星期一首日開庭以來 一連五日審訊時 打算認罪的被告在列席時 都獲得安排在政庭內聽審 但今日九名列席被告 就被分成兩批 被安排在兩個延伸法庭內聽審 其中馮達進、梁芳惠、譚海邦 朱凱迪和黃之鋒在一號亭 另外岑奧暉、袁家衛、 吳敏儀和尹兆堅就在二號亭 而前者只是設公眾席 沒有設到傳媒席 所以傳媒未能夠入內觀察局列席被告 聽審時的反應 法庭上並沒有提及和解釋相關安排的情況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立場新聞案和47人初選案 星期一同時繼續審訊 兩宗案件控方在這一天 均同時指控戴耀婷違法 其中立場案控方多次提出引渡性盤問 要仲佩權指控戴耀婷的政治主張是違法 但仲佩權拒絕認同控方的說法 更質疑 為什麼《基本法》賦予的安排 會變成一個違法行為 聽吳亭康 胡海文報導 代表控方的處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伍淑娟在星期一表明 明白立場基於公共性作報導 但控方會爭議報導手法和內容 控方盤問時 先引述戴耀婷在2020年4月28日 在《蘋果日報》發表的《真攬炒十報》 這是《香港宿命》一文 鍾佩權指 當時立場並沒有轉載和報導 但事後發現該文被視為重要內容 承認我們造漏了 他指出 由於立場並沒有跟戴耀婷協議 可以自動轉載其文章 所以可能因此錯過了 不過控方就質疑 立場會不會因該文章明顯涉及非法主張 所以才不作報導 但鍾佩權回應 說到自己被捕為止 起碼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認知初選不是一個非法行為 即使後期有人提出指控 自己仍然認為看不到當中的犯法元素 更引述行政會議成員之一 據資深法律背景的湯家驊 在有人因初選案被捕之後 說都看不到初選案被捕的47人 究竟犯了什麼法例 控方之後繼續問到鍾佩權 對《攬炒十報》曲合法與否的看法 鍾佩權回答說 我完全沒有進入這個思考 他說當時不少非建制派 只是質疑初選是否會成功舉行 認為上述為當時的重要新聞議題 反而攬炒十報曲 實話都未有一撇 猜這麼多東西 當時也不會仔細去想這麼長遠的事件 是否會發生 控方其後問及立場協辦初選論壇的原因 鍾佩權說 初選是重要而且多人關心的議題 透過協辦直播 可以令更多人知道參選人的政治主張 控方就追問他 是否為推動初選出一分力 鍾佩權就說個人支持初選 同時指初選已經落實會進行 所以立場只是認為 有需要令港人知道各候選人的政治主張 不過法官郭偉健就加入 指主控問你 推動還是不推動初選 還是兩者都不是呢 鍾佩權再回應 說有幫助初選接觸更多香港人 而透過論壇的確有這樣的效果 重新希望讓香港人充分知道不同候選人的政治主張 之後才作決定 控方聽到之後嘗試總結說 即是推動 鍾佩權就只是回應說答了了 鍾佩權又指 港澳辦和中聯辦在2020年7月14日發布聲明 嚴厲譴責非法初選破壞立法會選舉公平 當時立場也有就此報道 但他抱著懷疑的心態質疑為何基本法賦予的安排 會變成一種違法行為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吳亭康 滬海敏報導 示威者的抗議聲 星期一在英國外交部外面響起 大概30位倫敦人權活動人士 和新疆在教育營的幸存者示威 抗議新疆維吾爾治治區主席 艾爾肯套尼雅茲訪問英國 並且可能獲得安排和英國外交部官員會面 示威者向英國外交部遞交請願信 要求和外相其贊名會面 不過未獲官員接見 英國維吾爾人權活動家 拉希馬馬克木特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英國政府不應該給套尼雅茲搭捉英國領土 如果英國政府真的對維吾爾 從現在的狀況所受的困難 有興趣的話 真的要行動的話 應該跟我們見面 我們認為英國官方不應該 跟所謂的現場官員 因為關注新疆人權問題 而被中國制裁的英國上議員肯尼迪 和保守黨前黨魁下議員施志安 都現身支持示威者 上議員肯尼迪說 過去已經有無數證據 證明新疆集中營真實存在 臭金至少過百萬人 質疑為什麼英國政府 會被參與其中的新疆官員來到英國 他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後 積極和國際社會修補關係 不過如果習近平想和英國重修夠好 就不可能派一個迫害人民的政府高層來到英國 而應該關閉新疆集中營 停止對維吾爾人的迫害 美國政府早前已經認定中共在新疆所為相當於種族滅絕 並且在2021年制裁套尼亞茲 不過在英國 雖然國會在2021年作出同樣的認定 不過英國政府就遲遲都不接納建議 也一直沒有將套尼亞茲列入制裁名單 下議員施志安促請英國政府制裁套尼亞茲 甚至應該為他侵害人權的罪行直接拘捕和起訴他 而除了套尼亞茲的訪問 近日多宗可能影響英中關係的事件 考驗首相新委城政府處理中國問題的智慧 英國運輸大臣透露 中國間諜氣球有可能曾飛越英國空域 國防大臣也宣布將會和美國狀態的盟友進行安全評估 而中國在倫敦地標倫敦塔旁邊 興建超級大事故的計劃 接連被地方議會和倫敦市政府否決 現在將由中英政府作最後定奪 而一直以對華強硬堅稱的英國前首相卓慧斯 星期五將會在日本發表演說 預計將向外界警告 中國帶來的威脅未得足夠重視 將會使一直被指對華立場模糊的首相新委城 再度面對正視中國問題的壓力 自華州電台記者呂希英國倫敦報導 美軍在今個月已經四度擊落 不明飛行物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最近不明的飛行物頻頻出現 有軍事專家估計 美方已經對偵測參數作出調整 穩感度提高 因為偵測氣球事件 對美國來說是一個警惕 另外有學者認為 氣球可能一直存在 現在甚至已經成為政治氣球 美國高調處理是因為國內的壓力 聽聽純音報導 自從本月初美國公佈 發現一個中國偵測氣球 侵入美國領空 並已經將其擊落之後 美國軍方再在當地時間星期日 在密西近州幽輪湖上空 擊落不明飛行物 這個已經是今個月第四次 擊落不明飛行物 美國國防部說 這個飛行物曾經在美軍基地附近飛行 不但對民用航空構成威脅 也可能是一種監視工具 那為什麼最近頻頻發生 政策到不明物體的事件 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院 軍事專家李正修 星期一接受本台訪問 同意有可能是美國當局 已經就偵測參數作出調整 他說過去的情況是 如果雷達敏感度太高 每日只是判斷一些無必要的飛行物體 已經很忙 反而會加重了雷達戰的工作 但李正修同時指出 現在氣球事件就令到美方出現警惕 就是一個很高空的飛行物體 可是當然現在來講 對美國來說就是一個警惕 因為你如果去看那個圖的話 那那個圖像幾乎可以達到 應該是6萬英尺高 比一般的民航機 還有戰鬥機還飛得高 那這樣的話美國可能 會針對一些特定地區的雷達 他們可能會釋定敏感度才會調高 因為畢竟他們不想再重造這樣的事情發生 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同日對本台指 政策氣球已經變成政治氣球 近日美國陸續發現不明飛行物 這些政策氣球顯然不像中國所說 被風吹到美國 那為什麼突然發現這麼多氣球呢? 劉必榮認為其實根本就有氣球 這次美國高調處理可能都是國內有壓力 拜登政府想要對中國展示並不會軟弱 但是各國在偵測情報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點默契 曉得這事情如果沒有危害很大的話 都會比較低調地處理 但是我覺得這次是美國去 可能也是國內的有壓力 然後也想給中國壓力 也就是雙方現在需要的是第一個 將來是需要一定會坐下來談 氣球問題怎麼解 當它變成政治氣球以後 就必須想是這個事情怎麼做收場 至於中國山東那邊都說上空發現不明飛行物 劉必榮認為這是中國想要與美國角力 累積將來與美國談判的籌碼 中國外交部星期一反擊 稱自去年以來 美方高空氣球十幾次非法飛躍中國領空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說 美國在世界上放飛多少間諜偵測飛艇氣球 美方自己心裡有數 誰是世界上最大的間諜監庭帝國 國際社會都看得非常清楚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信音台北報導 近年來持續在網上寫文章 揭發中國官場黑幕的調查記者劉虎 近日遭到網媒攻擊 批評攻擊劉虎的人 包括袁新華社記者湯繼 較早前 湯繼曾被劉虎揭露 收受巨額的賄賂 除了湯繼之外 加入抹黑劉虎的人 也都包括多地的公檢法官員 有劉虎的朋友向本台表示 擔憂說實話的中國記者 做到系統性的報復 聽聽情文報導 幾天前一篇題為 《劉虎網路惡勢力》 已成社會黑惡團火代言人的文章 在各大群組內 和很多人的朋友圈內頻繁地被轉發 對被中宣布封殺的原調查記者劉虎 進行全面的攻擊 文章裡甚至聲稱 經過多年苦心經營 劉虎的團火 已發展成一個有資金來源 有組織 有保護傘的網絡惡勢力團火 還聲稱 劉虎拉攏的媒體人社群記者的家 也被扣上了非法組織的帽子 劉虎的一位 要求匿名的同事和朋友指出 這次針對劉虎的網絡攻擊 是那些被劉虎揭發過的人發起的 而且幾天來形成了相當大的規模 其中已退休的原新華社 內蒙古分社編委 正文部主任湯計 更是這次抹黑劉虎的最主要推手 原因只是劉虎曾公開揭露他和家人 收售價值100多萬的商品房 還收取了另一個當事人20萬元 聲稱幫他寫內參為他申冤 但錢收了 最後內參就沒有寫到 20萬也沒有退給當事人 而且轉到了自己名下的所謂慈善機構 但至今為止 劉虎本人既不承認文章是他寫的 也沒有否認 即在網上持續地攻擊劉虎 各位希望匿名的人還指出 更令人擔心的是 這次對劉虎的攻擊 能夠看到一些公檢法的影子 特別是劉虎所在的內蒙的公檢法系統 大量地介入了這場對劉虎的污名化攻擊 他就是寫了一篇文章 大字報到處在轉 他沒有署名 但肯定是他寫的 因為搞著世界之後 他是第一時間推廣 然後各種群也轉 他自己自始至終都沒有否認 而且還在群裡說了很多話 就是類似於挑釁的一樣 至於有沒有官方的行為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有一點就是那篇文章出來之後 很多公檢法的 特別是內蒙的都在轉 而且有消息說 內蒙公安局的指名的要求 在幹警都轉他那篇大字報 知名律師張亭元就指出 劉虎這些年來寫了很多得罪人的揭露文章 現在這些人聯手報復劉虎 這樣引起了大家的警惕 現在絕大多數的媒體人和律師 都站出來聲援劉虎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以個人的力量揭露不公 需要極大的勇氣 這個我不好判斷了 因為劉虎也揭露了不少一些 一些不公正的事情 本來就有一幫壞人 那肯定就不瞞 看不關什麼劉虎 這一番 願意為了老百姓發生的 什麼 四位人中丁肉中吃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劉虎 本臺記者就此 專門聯絡劏計 他否認自己和劉虎有矛盾 但是又拒絕回應任何具體的問題 特別是當說到他和家人有沒有受賄 是否以心還死記者的名義在外面勾取利益的時候 他就拒絕回答 他就拒絕了太多 我真也不敢說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本臺記者也專門致電內蒙公安廳 希望了解當地警方 是不是加入了對劉虎的污名化 但是那個機構的電話一直沒有人接聽 一位劉虎的前同事告訴本臺記者 湯繼自稱是推進內蒙夫格案平反的主要推手 又聲稱他法內參推進了這件案的洗冤 但是夫格案洗冤的關鍵是真空趙志雄落網 2005年12月16日 內蒙《古法制報》報導指出 真正兇手是趙志雄 而不是夫格吉勒圖 並讓外界知道了真相 據劉虎的前同事指出 作為體制內的記者 湯繼只是做了他份內應該做的事情 在他30年的從業生涯當中 能夠說一些真話的報導 屈指可數 即使是這樣 他亦都連連升官 獲得表彰 甚至是被新華社記個人一等功 他又認為 即使是被當事人揭露做有償報導 甚至是收取房產這麼大的問題 無論是新華社還是內蒙紀委 都不為所動 至今為止 湯的一條頭髮都沒有損 劉虎的前同事也強調 對於劉虎這樣的體制外的記者 只是因為說真話監督了官員 就直接沒有了工作 又入了監獄 即使是證明了他沒有罪 從業期間還是兩袖清風 出獄之後 再就業造機構媒體記者的路也被封死 連謀生也成問題 因此他認為 體制內具有行政待遇的湯繼 針對自媒體人劉虎的這場網絡攻擊 從一開始就是不對等的 此外檢索劉虎近年來 以自媒體身份進行的報導 他的報導促使海南省 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張家衛落馬之後 在法院旁聽的時候 就被張家衛的親屬暴力攻擊 而劉虎揭露了重慶一位富商的市之後 也遭遇到死亡威脅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接下來有幾則新聞簡訊 以下聽下溫曉萍和大家說說 在台灣有消息人士星期一向本台透露 台灣將會在下星期一 開放香港人自由行到台灣 本台再向相關官員查詢 並證實將會開放自由行 有關詳情將會在星期二對外公佈 至於今次開放自由行 是否包括中國和澳門人士 亦要留待星期二再作公佈 雖然台灣早在去年10月13日全面開關 入境免隔離 另外亦已經恢復免簽證待遇 其後更加取消入境人數限制 但一直還未開放給大陸人 以觀光為由 和港澳人士以自由行方式去台灣 中國間諜被求入侵美國風波尚未平息 中國網絡封存一張截圖 內容是由山東省青海市海洋發展局發出的通知 至日照附近海域發現不明飛行物體 正準備擊落 位置於青島東南方約62公里 這項通知除了提醒海上作業漁船注意安全外 亦要求漁民協助打難 澎湃新聞報道 山東青島植物區海洋發展局 亦已證實這件事 英國政界對中國的兒女持續加深 中國原本計劃 在名勝估值倫敦塔一帶 興建規模龐大的大使館 去年12月遭到倫敦地方議會反對駁回 經過多個星期法定重新審議期 倫敦市政府決定維持原來決議 中國外交部建大使館的大計被迫全面擱置 菲律賓星期一指責中國使用軍事級別的激光 射向馬尼拉一艘南海補給船 激光的強光令到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船員暫時失明 迫使他們取消補給任務 非中兩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 中國外交部星期一回應菲律賓指責 說中方海警船是依法採取行動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發出聲明 至今次事件明顯侵犯了菲律賓的主權 聲明又說除了兩次激光燈之外 中方船隻還在離菲律賓船約150碼的地方 作出危險動作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收聽收看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您好 啡 dynam 您好 這樣 您好